2020年香港小姐競選將於8月底舉行總決賽 但就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過往一班佳麗都需要到電視城接受訓練 但今年大會就衛免人群聚責 轉為網上訓練 大會統籌經理余詠珊之前還下令 一種佳麗要禁足防疫 但24歲的熱滿佳麗陳許瑩 Amber 就一於小理 不聽教的她 日前還出掛嬲仔 當日下午2時多 Amber 就穿回入圍活動時的戰衣 戴上她的白滑長腿 乘的士去金鐘酒店 無奈拿著兩大袋東西的富貴男友 就駕駛著一格大約160萬的保時捷靈車 跟她匯合 再進入酒店中菜餐廳醫圖 當日酒店提供的二人套餐 最低消費都要大約1500元 難怪Amber 嬲仔 之後他們再拍拖去太古城的超市素貨 走了半個多小時 買了一大袋戰利品 男友還出錢又出力 拖著一大袋東西 再跟她買化妝品 Amber 又不時小鳥依人地繞著男友 還多次地空頂男友手臂 最後男友就管折管送 把她送回家 起啦